画面现场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策划的《眉来眼去》媒体素养推广成果展 计划主持人大传所教授陈炳宏表示 今年共执行三项计划 透过讲座、工作方与主题竞赛等多元的方式 成功将媒体素养的观念推广到全台校园与一般社会大众 参与计划的学生人数超过6000人成效卓著 另外也透过工作方教导民众自制影片上架有线电视的公用频道 让民众了解并学习利用有线电视公用频道的资源 台湾师大大传所也特别感谢中家集团共襄盛举 共同推动媒体素养教育与公用频道的禁用推广 我们今年度就是中家跟湾师大的合作 总共有100个老师超过100位老师的参加 然后有超过6000位学生受益这样子 然后我们这些活动呢就是北中南东都有去跑 然后截至目前为止呢已经有超过52场的讲座 然后接下来未来两个礼拜呢也还会有在15场的讲座 会继续陆续的进行 那其实蛮感谢中家跟师大有这个合作 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是一个三营的活动 第一个最大的赢家就是受惠受补助的老师们 老师们透过这个活动呢不仅有经费 可以去跟外面的业界做合作 也可以邀请学友专精的媒体素养的专家 进入课堂里面来分享 那第二个赢家就是学生 学生透过老师邀请的学者专家 或者是业界的代表人物进来校园之后呢 可以让学生把理论跟实物做很好的结合 也让学生可以理解外面真实世界的发展 所以学生是第二个赢家 第三个赢家呢 就是整体的社会 我们的社会透过这样的活动 可以呢提升全民的媒体素养 所以非常感谢中家集团 还有就是台师大办理这样的活动 首先要先感谢一下中家数位股份有限公司 那他给我们很多资源 让我们可以去办理这些活动 那像是世界咖啡馆啊 我们办了六场 然后在手机影视工作坊的部分 也办了六场 然后我们在全台台北 台北 新北 基隆 桃园 高雄 台南 这六个地方我们有办了这几项活动 然后总共产出了65支影片 那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原因 最主要就是因为说 我们想要推广电视的公用频道 那公用频道是其实显为人知 已经办了20年了 但是它是跟媒体金融权 跟我们这些民众很大很大的权利的相关 出席成果展的中家集团副总陈协和指出 很高兴有机会与台师大大传所 共同攜手推动媒体素养 让产学合作共创多盈效益 那中家作为国内有限电视的龙头 我们对于提升大众对于这个媒体素养 以及金融媒体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非常的重视 那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跟台湾师范大学 做这个产学合作 一方面呢 可以提升民众对于这个媒体素养的这个认识 能够辨识媒体的这个讯息的真伪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希望民众们呢 除了单向的接收媒体的讯息以外 也能够有机会 能够更认识公用频道 以及能够有能力去自己制作影像作品 表达自己的概念 那这次我们跟这个台师大的合作呢 也包括公用频道的一个推广 成果展中台师大也特别展示 今年针对国小国中高中和一般大众 所开发出的四套媒体素养主题桌游 开发高中主桌游的团队表示 透过游戏的查证机制来提醒玩家 不要轻易相信网路传播的资讯 利用玩桌游提升媒体素养的概念 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先有动机 去听这些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设计成游戏的形式 让孩子们能够知道 我可以透过玩游戏的方式 就知道那么多事情 那他会更愿意去学习这些东西 就是从做中学 从玩中学 从体验中学习这样 现在高中生有很多小网红 就是那种粉丝数大概两三千 然后在高中群里面很活跃的 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厂商 请他们业配一些 现在好像也会业配化妆品 然后一些小东西 然后他们可能会去影响他们的同温层 但他们到底业配的东西是不是好了 他们说不定自己也不知道 但以法律来说是会犯法的 因为他们代言 但在这个游戏过程中 他们可能就会知道说 那如果我是网红 我有这个责任 台师大大传所指出 现今传播科技蓬勃发展 假讯息充斥 民众往往难分真假 希望透过多元的推广活动 来持续强化社会大众的媒体素养观念 希望明年参与的学生可以破万人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